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不管平常有多繁忙 都必須放下手邊的工作 因為我答應了媽媽 要為她過母親節 記憶中已經有四年沒有陪著媽一起慶祝 在爸過世後 媽媽一手撐起了這個家 在國外讀書了四年 僅能用手機與電腦和家人保持聯繫 這天走在車站 我遇見了一位老奶奶 她跟家人走散了 著急地向我描述她孫女的長相 於是我陪著她一起找她的家人 只是人海茫茫 老奶奶並沒有找到她的家人 就在她準備要放棄的時候 我看見了一對母女 終於老奶奶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因為她們母女倆正是老奶奶的女兒和孫女 看到這令人開心的畫面 我都差一點忘記媽在家等我 於是和她們道別後 我坐上火車 趕回台中 心裡想著媽一定很著急 而且今天 妹還特地準備了母親節大餐 要讓媽好好的休息 天色也越來越暗 我終於回到家了 媽一看到我進門 一句話也不說 馬上轉頭離開 馬上轉頭離開 於是 我和妹解釋今天發生的事情後 媽 從房裡 走了出來 還拿了條毛巾幫我擦汗 原來媽並沒有生氣 因為在媽的眼裡 我永遠都是一個孩子 親愛的媽媽 媽媽這些日子辛苦你了 我愛你 母親節快樂 很開心 我愛你 那是 我愛你 你做什麼呢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會不會